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有这股子热情,接着往下说 这个,我呢,说的是这个大闹大名虎,水湖里面的一个回幕 后面的内容都很精彩了,像我们这个下午场呢 有这个李云杰老师说的聊斋 每一回呢,说不同的回幕,说的也是比较不错 这个赵云霞老师呢,是火烧金光寺 晚上的就更好了,像我们著名的相声表演老艺术家 老资格老前辈高峰老师 这都是我比较崇拜景仰的这个老前辈 我都是听着他的相声变老了 这个,反正我们一队呢,这些同仁呢,都是有能绑着力气 说的好与不好的呢,这是大家伙去评评 但是我们呢,都很努力,想把这个书说好了 为您呢,提供一个不同的选择,除了能听我们一队的相声之外呢 哎,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如果那边呢,实在买不着票呢 哎,上书馆听听书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也是我们这几块料,是吧 说一点不同的东西,互相的打一打呀,闹一闹啊 接一接短啊,也很有乐趣 上一回,两三周之前吧,我们说到 几位英雄好汉大闹了天外楼 十千,偷了一匹小叫驴 粉鼻子粉眼,白肚皮 这头驴叫千里独行特 里头跑驴,骑着驴他跑了 这头驴是谁的呢 铁笛仙马林 这个铁笛仙马林 在这里有必要跟您介绍一下 这个人,很有能力 他呀,不是中原这边的人 哪儿的人呢 他叫翻汉子 翻帮的人 怎么到翻帮的人呢 当时大宋朝啊 经常和辽国呀,西夏呀 在边境那块经常打仗 有的时候啊,宋朝呢 侥幸能得胜 因为啊,这个西夏呀,辽国呀 竟是骑兵 经常能俘虏一些那边的骑兵来 人家那边的汇养马 咱这边因为平原地带呀 汇养马的人少 当时呢,就俘虏了一个姓马的人 这个人汇养马 后来呢,娶了一个回族的女人 五十岁上下的年纪 生下了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取名就叫马林 因为啊,他是缴获来的俘虏 所以在当地啊 好些小孩都排斥着 因为俘虏嘛,看不起他 没事啊,打一八什么,欺负一下 总是受到排挤 这个小孩呢,有一个鼓起 你排挤我,私下里下功 没事就看那个军营里面练拳脚子呀 他就模仿着人家的模样 他也练着 十几岁的时候呢,就拜访 谁都会练舞,就跟人小姐 后来跟着一个云游僧啊 学会了吹这个铁笛子 铁笛子三尺来长 二十多斤 一般人拿都拿不动 这铁笛上面有眼儿 可以吹 这个吹铁笛子啊 也能吹出曲来 但是他不是为了演奏 是为了练内功 因为哪儿就费劲 他再一吹呢 练这个内功 有这么一个本事 说他长到十几岁 突然间有这么一天 说他的老父亲被人给杀死了 谁杀的 不知道 可是他老父亲 一直就在军营里面啊 当时会挑马的叫伯乐呀 他父亲外号叫马伯乐 他父亲只要一打眼 说这个马好 这马绝对是天理马 这么好的功夫 莫名而上 他父亲一死啊 没有收入了 家里当时就不行了 母亲啊 一股急活 也卧病在床 马林怎么办呢 只能在大街之上 靠卖五亿 赚点散碎的银粮 养活母亲 艰难的度日 说有这么一天呐 铁地仙马林正在大街之上 正在那儿练鼓 突然来了几个 送赢的军官 酒都饭饱了 浑身带着酒气 看见马林在那吹笛子 小信的 都知道 这是马伯乐的儿子 咱俩摔一跤 马林一闻着浑身的酒气 知道这是找事来的 在家不敢 他不敢跟他打 其实不是打不过呀 怕招惹是非呀 不敢打 哎 在家不敢 这几个就是找到啥来的 你要不打 以后就不许在这儿摆摊 马林一想 这找我茬来的 干脆 让人摔两跤 不就完了吗 可是他没想到 这几个送赢的军官也太废物了 六个人的那一人摔 没有一个摔过的 可是呢 这六个人啊 喝多了 狗鸡跳墙 马天同拢二倍 把他给绑起来 非得压他检官去 这时候马林他啥了 这检官去 我说什么呀 我说这几天找我摔跤 没摔过我 这官肯定都吓着他们呢 这我怎么办 正在这个过程中 突然来的一位 这位是谁呀 过去跟他父亲一块儿养马子 这个人叫韩乔 这人四十多岁 长得是虎背熊腰 过去跟这六个人 小声的喋咕了几句 这六个人呢 磨头走了 就把这铁地牵马林给放了 韩乔呢 找了一个非常大的酒馆 点了好些个饭菜 请这个马林喝酒 给马林喝多了 然后呢 又给了马林一些散碎的饮料 把马林送回了家 隔长不短的呢 又借着请马林喝酒 俩人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突然间有一天 韩乔在九西宴间和马林说 马林 有这么一档子事 我们现在在这大宋军营里面养马 时不时的把这个马匹偷出来 退路了 看城的这个军官 往内陆运送马匹 就是到这个内陆中原地区 也去贩卖 因为内陆的马匹很少 而且千里马更难得 能卖得重金 一开始还行 能得不少钱 可是后来呢 就在运送的途中 遇到了一些路林的好汉 经常的结果们的马匹 损失惨重 这样 我们希望你能够入伙 你随着这个马匹 沿路行走 谁如果结 你就凭你的这一身本身 这一身不义 保着这个马匹走 你看行不行 我们大大的有赏金 铁迪仙马林这个人呢 你别看他穷 他有志情 从小就有志情 嗨过了就起来了 我绝不干这个事 你们这样对不起朝廷 我们现在的话对不起党 对不起国家 我不干这个事 一月而起回家了 没过多少日子呢 就看见城门口贴着一张大告示 说城里面 马圈丢了四十匹军马 铁迪仙马林看得着心里暗暗的自习啊 还写这个告示 分明是寒敲 坚守自大 他正乐着 没出三天的时间 有一天晚上 他正睡着觉 突然间听见他家院外 人又喊 马又将 来了好些个军官 他出门一看 外面 灯笼火把 赵如伯昼 这些人 马尖头 拢二倍 就把他给得起来了 为首的就是那个寒敲 寒敲拿着刀指着马林 盗马的监责 你居然不跑 还敢在家里睡大觉 看我不把你押入官府 把马林给给起来了 送到了当地的官衙 这当官的一见着马林 原来这军马都是你套的 马林一听这句 当时就明白了 原来这是什么呀 韩乔定下的计谋 要害他呀 你不不帮我帮吗 行 我就害死你 反正你知道我秘密 我得害死你 他一看我也不能争辩呢 这有嘴也说不清楚啊 干脆我不说话了 被当官的说 你到马之士 招式不招 铁迪仙马林咬住了牙 就是五兆 当官的急了 来呀 重打四十大丸 铁迪仙马林 他吹梨子练过内功啊 有一招叫避气功 避足了一口气 这人就跟死了一样 看不出来 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四十大丸打完了 铁迪仙马没气 破凉水 破凉水 铁迪仙马还是没气 底下说 铁迪仙马林 这人打死了 把马林扔到了乱坟岗之上 就说这人死了 这案子呢就了结了 过来一会儿啊 马林渐渐的苏醒过来 从这个乱坟岗之上 慢慢的爬起来 他爬到了一个回民老头的家里 这个老头过去和他的父亲是八百之交 到了这个老头的家里慢慢的养伤 等到马林的伤势有所好转之后 老头就跟他讲 这个事情原原本本是这个样子 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死的 就死在这个寒桥的手里 你父亲当年看马看得是特别的准 韩桥就让他挑马 看完了这个马 韩桥偷走就卖 你父亲发现了 他杀人灭头 害死了你的父亲 今天他又来害你 铁迪仙马林一看 我就一个人想抱死仇 也是万万不能的 可是他突然间又想到了 韩桥跟他说过呀 运马的途中有着陆连好汉 我可不找这些人帮助我呀 他就沿着这个长江流域 找这些陆连好汉 结果韩桥就找了 这个人叫欧彭 找了他们之后 跟他讲到了这些事情 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到了最后啊 他和这个欧朋友 遣回了当时那个军营 杀死了韩桥这一伙的人 然后他们最后就投靠了梁山 这就是铁迪仙马林 铁迪仙马林和柴王爷 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所以他还能带着燕青 还有这个大傻子 躲进了柴王府 柴王爷跟其他的王爷 也不一样 他这个人呢 最恨这个当官的 人一般的都说 爱民如此 爱民如己 有这么两句话 咱细分析一下 这两句话 我觉得呢 就像这个英语里的一个 比较及和最高级 真的 爱民如己 是比较及 爱民如此 是最高级 为什么 爱民如己 这个程度不是最高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人抠门 对自己 也尖酸刻薄 比如 葛郎台 爱民如己 这个话 他倒不是说占便宜 拿那个老百姓 都当自本的儿子 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 咱还有一句话 叫虎毒不食子 这个人再坏 坏到了 不能要了 这么坏 他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好 就说这个当官的 你甭管你怎么样 你只要说 你能拿出百分之百 对你孩子的那样 对待老百姓 你就是一个好官 是这么个关系 不是说 拿你这老百姓 都当自本的儿子 不是老百姓都在 锁一边 不是人一 就拿对待你孩子的 那种态度 对待老百姓 就好了 爱民如己 这是一个最高级的比较 可是当时的 没有这样的官啊 贪官无力比较多 所以他跟那个当官的呀 没有什么来往 而且就因为这还有个笑话 你看这当官啊 这个官字底下两个头 这当官的这么说你 也可以 这么说你也可以 你要是再狡辩 康 给你扣一个大帽子 就上那宝贝头啊 怎么说你都可以 所以他们那个当官的不来了 别看他是一字并肩王 他和这些陆林好汉 江湖的豪杰 走动的是非常的亲近 哪里是英雄 哪里是好汉 这里有困难 请囊相遭 他都帮助 他们铁地下 马林关系非常好 马林带着燕青和这个大厂 大傻子 一块就来到了柴王府 他们没有把当时天外楼的这个惨状 完完全全的告诉柴王爷 就是都说了 净了圣价了 杀了这么些个官兵 柴王爷也不敢受 毕竟他是王爷 他不是皇上 一字并肩王也就是一个称号 当时封建社会 天下就是皇上一个人的 一字并肩王 他不叫一字并肩王 他还差一百呢 对不对 差一层 他只是说我们在那饮酒 突然间来了一波官兵 就打打杀杀 我们打抱不平 跟人打起来了 就说到这儿 而且呢 柴王一听这个话呢 他觉得这事 赖得先当官的 您这七寒八世啊 他觉得是当官的不对 所以你们他的是在我这住 没人敢来惊扰你们 可是住了几天 他就觉得这形势不对了 为什么呀 话又说回来 他是一字并肩王呢 他也有爪牙呀 一看这天天在这个城里呢 这搜搜那查 是没人敢搜他呀 可是这兵天天在府外来回过 他不知道 他觉得这地儿故意久留 赶紧走 就这赶紧走啊 还耽误了 耽误谁身上啊 就耽误咱说那大傻子身上 咱们耽误大傻子身上呢 这都收着东西正要走啊 大傻子想起他那炒栗子那家伙 就是他那大铁仙 我这炒栗子那家伙哪去了 哪去了 让那铁迪先马林给扔了 为什么给扔了呢 一百二十多斤尘呐 这搁哪儿啊 没地儿搁呀 人人给扔了 我这炒栗子家伙上哪儿去了 找不着马林当的 兄弟兄弟 咱先别找 等出了这个东京变梁 哥哥再给你打 那不行 没有炒栗子家伙我没法拍黄瓜了 他这一着急呀 他心里也有主意 你别想他长什么味儿啥 心里头有主意 他坐那儿哭 他这哭啊 跟一般人哭不一样 跟炒蛤子碰着 这一哭啊 把柴子给弄来了 我找柴子官 我找柴子官 柴子官来 行行行 干嘛干嘛 怎么了怎么了 我这炒栗子的家伙没了 我这炒栗子的家伙没了 哎 你给找谁给扔了 谁给扔了 这么说着这话呢 底下呀 三个管家 抬着这家伙 一人抵护 一把二多金钱 三人抬着就来了 好 这傻子一看 这炒栗子家伙拿回来了 当时油音就转了 行了 我这炒栗子家伙 一手就抵了起来 这柴子一看呢 他点没气得背过气 怎么呢 光哭啊 一个眼味都没掉下来 这几个管家呀 把他这个大铁仙呢 拿这个绒布给包上了 哎 这不错啊 我这炒栗子家伙 我都穿上裤子了啊 这好这个 不光热了呀 这几个人怎么能混出城去呢 给他们也敲装改办 改办成手底下的使唤人 柴王爷这里头 也留了个心眼 什么心眼啊 把他们都扮成自己手下的人 如果一旦被官军发现了 他就说 手下人是怎么回事 跟总管呢 他不知道啊 会务国手下都能推在手底下人 他又能宅住 扮到手底下人 年轻长得漂亮 你来去总管 这个铁迪嫌马林呢 哎 你就来就赶车呢 这傻子呢 也换上新衣裳 来一个书童 傻子扮成书童 傻子挺高兴 哎哎哎哎 我换新衣裳了 晚上都能放炮玩的 他以为这就快过年了 好嘛 这都办好了新衣裳 这正要走呢 他们想好了 出门少说话 咱这就准备走了 拿好了行装 这就出门走了 目的地是哪啊 横海郡 这是柴王爷 另外一个行官 前脚刚一走 后面追兵可就到了 高丘带着人马 就来到了一字并肩王府 来到府里一看呢 就剩下几个管事的 还有几个太监 说我们王爷刚走 高丘来干嘛来了 倒不是来搜府来的 他没有这么大胆子 一字并肩王府他不敢搜 请王爷啊 过府一个酒 顺道呢 进进呢 简单的看一看 明着不敢搜呢 暗地里头呢 排查排查 是这个目的 一听说前脚刚走 来人哪 追 这就追过去了 柴王爷一般人等来到了 城棚头 城棚官一看是王爷到了 排成了一排 身世异理 参见王爷 王爷一看 城棚官 好啊 来啊 让手底下的人 站成了一排 你们对照着 图影 这些个人 看一看一觉 没有你们这上门 叫逮的人呐 这些看门的官 谁敢逮啊 谁敢看 王爷王爷王爷 您取笑 您这里哪能有这城门上 要逮的人呐 您赶紧走赶紧走 这是咱上周说的这地方 王爷任邓班 刚一上马要走 后面高求就追过来了 高求说了一声 王爷慢走 这是咱上星期留的口 对不对 这个时候可就最危险了 朋友们 高求来了 柴王爷在这 如果让高求 把这几个人逮着 这可怎么办 王爷的脸 王爷哪哥 这是一回事 二一个 这可都是皇上 钦点的要判 一场恶战 在所难免 当然了 一般说书说到这儿的 他不能让他打起来 他还要一打起来 就乱了 这个不让他打起来 有一个前提 咱们得感谢一个人 感谢谁呢 还得感谢那个大傻子 为什么呀 走在半路途中 因为这个街市以上呢 贴的也都是这几个人 通缉他们的画像 别人呢 像铁铁铅马林的 艳青的这几个人呢 都低着头 赶紧往前走 就这大傻子 两个眼睛 低溜着乱转 这是看看他新鲜 东京变梁开封府 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 街市以上人来人往 什么人都有啊 中国人外国人 啊 卖的东西也都新鲜 没见过 这儿看过那儿看过 一眼就当着那图形上了 呃 这个人 怎么那么像我呀 看他 他怎么看我 这句话一说出来呀 铁铁铅马林 那个心脏 上面都嘴里蹦出来 柴王也赶紧拉住马鱼 这不是惹祸的跟苗吗 你在这儿说不要紧 后面没有追兵 如果你在城门口说了这句 这咱还出不得去 出不去啊 柴王爷当时演出一转 一看这个街市 想出一个主意了 这个街市叫故意街 咱这儿不有吗 卖故意的 过去有故意街 在中国的古代也是一样 人分三六九等 为什么说有这么句话 叫人分三六九等啊 从哪提下 不同身份的人 走不同身份等级的门 一般的人走什么门 老不早外星走什么门 当官的走什么门 皇上走什么门 不一样 他有区别 卖故意的 什么和死人的 这些是走一个门 一个小偏门 这个门平时没人走 而且 看门的人也少 兵兵也少 柴王爷赶紧吩咐 马林兄 你带人家亲兄弟 还有我们这个傻兄弟 你们三个人 乔装改办 就从这个小门而出 我带领着大谷部队 牵制着高丘 我往哪走 高丘必定跟随于我 两谷人分开了 这三人啊 就走这个小门去了 这大谷的部队呢 就走这大门去了 跟着王爷 跟着大门去了 王爷呢 骑着高头大马 他呢 还拉了一辆 细软的轿车 就是前面一个马 后面拉着一个车 车上有一个圆 女圈坐的车 高丘走到近前 给王爷施了个礼 参见王爷 这王爷见着高丘 就恨他 他恨这当官的 所以恨高丘这当官的 兼责呀 高爱卿 找我有何事啊 听说王爷要回横海郡 在下特来相送 哦 那好啊 今天您见到我了 我这就要回去了 那个有什么事 咱回来再说 为什么呀 他心里担心的 那三人走没走 他担心呢 高丘则不然啊 为什么呀 这高丘一抬眼 先扫了一遍 明月上没有人 可这眼睛这懦夫 就落在这车里了 是不是这几人 就在这车里藏着呢 他想看 高丘多激励 万岁爷传下旨意 命在下 特赐送来皇上的御酒 被王爷见经 送来的御酒 皇上送来的酒 你王爷再大 你也得亲自下马 来端着酒来喝 你得谢恩 而且呢 他准备的是两杯 为什么要准备两杯酒啊 一杯是柴王爷喝 一杯也是王妃喝 如果车里坐的是王妃 他一聊聊都能看得见 柴王爷一想 这我得多耗一点时间 我要现在都弄完了 我走了 他还有时间去搜那边去 这酒吗 我就带我的爱妃喝了 这旗帜 我的爱妃偶感风寒 不下车也就罢了 来了这么一句 高雄说 这是万岁爷赏赐的几个王爷 恐有不便吧 两个人就争执起来了 争执了足有半个时辰 书要简短 争执了足有半个时辰 柴王爷一看 嗯 时间差不多了 爱妃啊 既然皇兄 他管皇上叫皇兄 既然皇兄的盛情难去 您还是下车饮酒吧 这时候下的马来 特意把这个连都撩开 就为了高雄看 特意把那都撩开 王妃缓缓地从车里下来 两个人把这杯酒都喝了 谢万岁 酒杯放回去 说到这儿 这边先不表了 咱再表另一支 就那三个人从那小门走 燕青 马林 还有我们那个傻英雄 三个人顺着这个墙杯 慢慢地走到了这小门边 这小门是 因为他经常走死人走 平时就没人走 所以呢 也疏于防范 这里只有两个人 看守着这个城门 这俩人呢 扛着这个长枪啊 都在那坐着 其中一个的另一个说 哎 我跟你讲点啊 你讲一故事 就是那天 在天外楼那儿 你讲你那几个英雄 哎呀是怎么打这帮官兵 打得太惨 我从窗户扔出去 哎呀 我把脑袋都拍扁了 这打得太惨烈了 这跟他讲那 刚讲完 你这个不算是 我给你讲一个 我给你讲一个 聊斋 阎王的故事 这俩人正讲着呢 铁地仙马林走过来了 这一把钻住 头一个讲故事 那个 刚才是你讲 大闹天外楼的故事 啊 是是是是是是 是小子讲的 好 给你文音一百两 以后在城里 多多的宣扬 我们的英雄诗迹 把这人放走了 一把要抓住那个 刚才是你讲 聊斋阎王的故事 啊 是是是是 我讲 传播封建迷信 该死的 抡起了铁地 呜呜呜呜 撕一下 脑袋没了 好 好 好 撂下了这个人的肉身 说了一句 这就是讲聊斋的下场 好 好 三个人 打开了城门 赶紧就忙了 不容易啊 想了一个礼拜 这跟原文讲的不一样 这是特意为了讲聊斋的这个人设计的 三个人跑到了郊外去等着长老爷 高丘一看 这一拨人里面没有这三个要饭 也不好再留柴王爷 啊 王爷 在下你就不再挽留于你了 好啊 有功能到我到恒海郡去吧 这功夫呢 过了一个高丘手底下的人 在高丘的耳边耳语了几句 高丘两个眉眉咒 恐怕也知道小门这发生的事情 就不再多说什么 柴王爷把夫人扶到了小窖之上 任能搬上马 驾 扬长而去 高丘为什么不去追啊 他悔恨 悔恨什么呀 悔恨生铁佛背上不在跟前啊 生铁佛干嘛去了 送皇上去了 皇上在天外楼那 这不经了圣价子吗 就曉得这生铁佛好 上厕所都在让生铁佛跟着 这回皇宫 生铁佛你保佑这朕日回皇宫 送皇上去 要是生铁佛在他敢追呀 生铁佛不在呀 上郊外追下 再让人家那一出现给拍死 他害怕 他也没敢追 看着柴晋远去的背影 高丘想 好你个柴晋 虽然我在你这儿没有 搜到那几个反则 分明就是藏在你的府里 这次没有抓到你 下一次恕罪并罚 他就算恨上柴王爷了 柴王爷这一路人 在树林里又和傻子 他们这三个人相遇了 柴王爷吩咐总管 拿出了三封黄金 分发给这三个人 作为盘者 各自回家去 傻子心眼多呀 一把抓住了这个铁迪仙马林 哎呦 马林 你得跟我去找我的猴哥 猴哥是谁呀 古尚早十千 这个傻子呀 是古尚早十千的亲表弟 你得去跟我找我的猴哥 这马林呢 烦这傻子都烦透了 我不去 什么 你不是 不去 吐吐 我就在这儿拍黄黄了 他一听这句 马林赶紧就不是拿着跑了 柴王爷赶紧去 马林说马林说 你就带着他去找吧 你让他傻子呵呵的 他上哪儿找他哥哥去呀 马林一喊柴王爷结算了 心眼软了 干脆我就陪你找去吧 柴王爷呢 就回他的行宫横海郡去 再聊浪子燕青 浪子燕青啊 知道在东京汴梁闯下大祸 不敢耽搁 赶紧要回大明府 向他的义父刘俊逸禀报 鸡仓可饮小行夜宿啊 赶紧就回到了大明府 回到了府里 赶紧 马酸好了这时候 夏林就禀报了 他父亲在书房里等他呢 来到了书房 登登登 身世夜里 参见义父 原理 只见卢俊逸 三十多岁的年纪 身高九尺 没分八彩 目似朗星 大耳垂伦 头上带着六棱状金 长得是非常的漂亮 如今一穿衣服非常强 十分春夏秋冬 他穿衣服 跟着四季开的花一样 什么时候开什么花 他身上的衣服 总跟开的花一样 这时候开扶桑花 他这衣服可是一天三花 早上起来扶桑花 刚张开 他这花也刚张开 中午大开放 他这花也大开放 晚上合起来 人家家里头有钱呢 他就敢这么穿 手里头拿着一把 南海竹的绢杉 扇上请当时书法的名家 录了一把李白的诗 望庐山铺 日照香无 生子烟 遥亢 步步 挂钱穿 飞庐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 落九天 卢俊也对这首诗 非常的欣赏 他与诗人李白 息息相通 李白对祖国名山大川的喜爱 和卢俊逸的心境 是一模一样 卢俊逸的武艺自然不用提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之手气 如探囊取物 反掌官门一般 而且 他在冰龙法上的造诣 也是首屈一指的 卢俊逸望着一坐 义子名领燕青 而坐在这边 他再问一问 这个东京燕梁的生意都如何 东京燕梁交通状况如何了 还是这么拥堵 听说东京燕梁 现在骑的马又换号限制了 一和六也不星期几了 二和七也不星期几了 就换两点 听说现在 这个东京燕梁的房市也在调控了 人家房贷款 人利息又涨了 是是是 钱庄的银票利率又涨了又涨了 好 这个咱们的买卖营生怎么样 买卖营生还可以 浪子燕青 对答如流 为什么呀 再道上词早就变好了 他害怕呀 他父亲不是多多的脾气 早就变好了 哎呀 想起这些词 对答如流 他父亲自然很高兴了 就在父子爷俩说话的这个时候 突然间老管家炉中进来 七零园外 外面有一个东京汴梁的信使 送来一封书信 浪子燕厅文青这一席 蹭蹦就站下来了 马儿东京汴梁送来的书信 一听这个地儿 东京汴梁 汉多汉多利起来 卢元外一听 快快有情 送信的人来到了 正堂屋中 把这信拿过来 卢元外说 卢元家去把这个送信的使者 弄到后院 好酒好肉的款待他 把这个人打过下去以后 龙元外的书信撕开 拿过这封信来 这么一看 两个眉毛他就引到一块 当时是白脸 现在可都变成黄脸了 手都哆嗦 看了一眼 浪子燕青 燕青奴才 燕青当时 蹭蹭跪的地 你 你 你 他这句话是 你在东京汴梁都办了什么 这话还没说完 你说人批就大 你 你 你在东京汴梁 这梁子当你出来一抬脚 啪 给燕青从哪屋里踹屋外去 你在东京变得啪 燕青也没有房子 叹一下子就出去了 没有房子 燕青飞出去以后啊 都没敢站下来 肘肘膝而爬 爬着就出来了 拿着肘和这膝带爬着就进来 父亲 父亲 儿知最良 儿知最良 燕青的燕青 你是什么身份 啊 你是什么身份 这 这些人又是什么身份 这些人说的都是谁啊 古尚早石签呢 什么铁笛先马 这些人都是什么身份 你是大少爷啊 富可迪国的大少爷 他们都是什么人啊 江湖上的人士 你们不是一个鸡笛啊 你是什么身份 他们又是什么身份 真着急啊 他们又是人士 父亲 父亲 您不要着急 不如您讲儿 送至官府查办 这句话 吴军一更火 送到官府查办 这封信里写的什么 谁写的呀 金枪将徐宁写 徐宁写 金枪将徐宁写 大概其他的内容啊 就是说汇报了一下浪子 燕青 在东京变凉的情况 汇报完了呢 后边说 万岁爷已经下了密尺 要抓奴军 牵扯到奴军一 让奴军一赶紧的跑 后边撒惊叹号 双双双 当时也没有了惊叹号 我昨天写的可能是 怯怯怯 当然没青南号 我就说 青南号 双双双双 啥青南号 奴军一能不着急 这天大的冤枉 你说奴军一 这么大的财主 富可敌国的那么一个人 他是浩娇 浩娇这个四方的人人之士 可是他没有勾结梁山呢 梁山是希望他路火 他不想去呀 从根上说 他瞧不上梁山的这一伙的人 他们是土靠 我是正正经经的财主 我们家奔红苗正 男的没有犯过法的 女的没有再嫁过人的 当时啊 判断这一家 是不是这个 有没有道啊 有没有道 就是这个 男的 有没有犯过法呀 犯过人不道德的事 女的就是 丈夫死了 他有没有再嫁过 这几辈上这些孤男的 有没有再嫁过 你说你这辈上 我这辈上没有 你上一辈上没有 你上上辈上没有 几辈上都没有 这家好 名声好 说我家庭怎么会 有你这样的孩子 送到官府 你送到官府 行 你把我也牵连了 我招谁惹谁了 我让你去上那 看看咱家的这些子 买卖铺不怎么样 也不是我的事 你把我也牵扯进去 我把你送到官府 奴婷一生气 送你去官府 我还不如杀了你 真是不杀了你 浪主彦卿说 不情 而甘愿死在您的刀下 如俊一盆听此言 从墙上拉出了镇宅宝剑 苍朗朗朗朗朗朗 宝刀出架 马说 宝剑 马出了剑 对准了浪子燕青 就在这时 炉中又进来 禀报员外 外面又来了一个人 谁来了呀 又来给送信 梁忠叔 大名府 刘首司 梁忠叔 派人送的信来 让您去 对意 饮酒 对意呀 就是下棋 下完了棋 饮酒 卢俊一闻听此言 手中的宝刀 咱啦啦啦啦 掉落在地 倒退了两步 就坐到太师椅上了 唉 这哪是请我下棋饮酒啊 这分明是来得过来的吗 是不是这么回事了 是 他收到了信啊 这个大名府 刘首司 梁忠叔 也收收信了 他朝里头 也有人呢 一个是 黄政委 给他下个秘址啊 一个是他的老岳父 蔡经 也给他来了一封信 让他捉拿 卢俊一负责 他跟卢俊一啊 是其友 因为这个官商啊 自古就有勾别 吴俊一这个人 是一个外场人 跟官方 跟黑道 跟江湖 都有来往 没事 他们俩下下棋啊 喝一喝酒啊 经常有一些贸易上的往来 在官面上说是很好的朋友 可是有了事情 那就各自非了 各回各家 各找各挖了 就护不来吧 吴俊一想 这可怎么办呢 想至此 看了一眼燕青 奴才 你给我滚了起来 让燕青起来 燕青起来的 你现在立刻收拾好的东西 去对江山 底下有一个山间的别墅 现在话叫山间别墅 当时原文叫避暑山庄 去那先行打电筑垫 找好了 收拾好了 我随后就到 你赶紧去吧 把燕青 把燕青给派走了 就在这个时候 得强有耳 他们说话的整个这个过程 被门外的一个人给听见了 谁听见了 卢俊一的夫人 假是 燕青回来都说了什么 他听的是原原文文 就包括 拿来的那封信 虽然他没看到信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知道 从东京变梁来了一封书信 他都知道的 大个奇 听的这个话 假是夫人 咬的这个银牙齿 滋滋的坐墙啊 垫着脚的 想看看那信里的内容 看不见了 点了点头 转到后院去 卢俊一打发走了燕青 一想 这封信可不能落到他人的手里 赶紧找了萤火之物 把这封信收 假是夫人回到了后院以后 找一个贴身知己的丫头 去 把大总管给我喊来 大总管是谁啊 此人姓李明顾 这个人叫李顾 是大总管 书中暗表 这个李顾 与贾氏夫人有奸情 朋友们 这时候我们就得说一说 评书评书嘛 有书就得有评啊 我们就得评论两句 凡是这个姓李的 李顾 杜师娘里的李贾 还有那个爱说聊斋的李某某 这都是坏人 大家要切记 这都是坏人 一不一来 假是